成峰2024最后一次公演将在本周五播出 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 马上就是最后一次公演了 共分为三大阵营 和杰团 七威团 陈浩宇团 三位队长的合照 七威身高太突出 而且也非常白 陈浩宇虽然只有一米六 但是还比和杰高一些 看来和杰只有一米五五 和杰团目前是比较强的 把排名团占的第一名七威团的 定量助刘欣和陈力军都拐过来了 按理书应该是最强的一组 这一组淘汰了王林 大家觉得他最弱吗 陈力军和刘欣两个人合作东风破 陈力军全程乐剧演唱 意外的好听 刘欣个子也很高啊 和陈力军很配 七威一组全员身高比较平均 杨锦华最突出 最后他被淘汰了 巧未尽的朱丹再次逃过一劫 尚文杰和这四合照 终于有一个人可以和法国小姐姐唱法语了 尚文杰太牛了 陈浩宇一组实力超强 就连张雨戏也变得不错了 跳舞超有饭 培训班没白上 人群中他和陈浩宇最扎眼 但是他没得好像娃娃 他的这个脸真的化完装很高级 就是纯素颜的情况下 好像不咋好 这一组的二人合唱是万尼达和袁亚维 自从他们跟了陈浩宇之后 展现舞台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能力也凸显出来 特别是万尼达 武功给他了一个直播的名额 让他火了起来 两个月前 在成风2024姐姐们出见面的时候 还以为尚文杰就是一个call girl 万万没想到 两个月后 不仅对他的唱功有了新认识 而且 还被他给搞笑住了 武功 尚文杰加入了七威的队伍 并获得了两个舞台 与乔伊斯的双人vocal 舞台生活倒影 以及唱跳舞台密不透风 生活倒影是一首战装的纯vocal 尚文杰自然稳稳拿捏 唱跳舞台就难一点 小考的时候 尚文杰跳得非常认真 虽然他并不是舞单 动作也稍微有点僵硬 但并没有拖后腿 在考核片段的结尾 尚文杰有一个很酷的挑指头的动作 还是相当有范儿的 万尼达一整个爱住了 直说 他太可爱了 等到尚文杰回位后 万尼达忍不住当面夸夸 你太可爱了 你像个小机器人 听到这样别致的夸奖 尚文杰有点猛 旁边的猪丹好像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可能觉得这不像是在夸人 袁亚维帮忙解释 他说你像哈利波特里的斯内普 万尼达进一步解释 就是学校年会的时候 要出来跳舞 袁亚维补充 拿着魔法棒的那种感觉 可能斯内普在霍格沃兹年会上 跳舞这样的比喻实在太抽象 也实在不像是一种表扬 尚文杰很迷惑 直接发问 你这是对我舞蹈的评价是吗 万尼达慌了 手忙脚乱的解释 不是的 只是这个行 尚文杰追问 就是年会舞者 这真的是有点解释不清楚了 万尼达吉的脸都红了 好好一个vaper也有词穷的时候 尚文杰拍着大腿对朱丹说 完了 对我的评价是年会舞者 没希望了 形象都不要了 朱丹更好笑 他没有安慰尚文杰 而是用手 把他翘起来的二郎腿给推了下去 这是什么二郎腿间度远啊 小考结束后 导师对每一组的表现进行了点评 唱的部分得到了夸夸 赵赵只是希望他们多一点练习 多一点默契 尚文杰欣然接受 舞蹈点评的时候 金伟夸奖了万尼达的动作 尚文杰表示认可 那一部分很好看 很抓人 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 尚文杰并没有因为万尼达的话生气 而且 他是会欣赏姐姐们的优点的 密不透风的小考完成得不太好 金伟甚至都不想直接开始评价 而是丢出问题 你们自己觉得呢 作为队长的七微只能当场表演一个很抱歉 接着 金伟就指出了这个组舞蹈存在的问题 存在好几个严重的走位失误 尤其是七微和萨鼎鼎 被点名批评 所以 当被金伟点名的时候 尚文杰肯定是有点紧张的 没想到 得到的却是夸夸 金伟表示 尚文杰姐姐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也没有把动作跳得那么抗拒 我觉得很自然 我也没觉得很怪 虽然这个夸夸听起来也有点怪 但毕竟是好评嘛 尚文杰开心的连声音都轻快起来 在谢过金伟之后 立刻告状 他们刚才说我像年会跳舞的 万尼达白口莫辩 说是斯内普的年会 不是普通人的年会 是霍格沃兹的年会 尚文杰表示 哈利波特的年会 还是年会啊 万尼达解释 那是魔法年会 这是解释不清了 尚文杰控诉 我刚才跳完 听到他们的评价 我都颓了 他说我像年会跳舞的 万尼达只能跪地求饶 恨不得把自己说过的话都吞回去 看来 有时候嘴真的不能太快啊 最后 这个小插曲在万尼达的道歉 和两个人互相比心中落下帷幕 这一part真的太好笑了 弹幕也很搞笑 尚文杰告状的时候 他们说 怎么还打小报告啊 把万尼达东北区都给逼出来了 万尼达道歉的时候 他们玩梗 伊老师 球放过 耿挺心啊 个人觉得 万尼达应该是真心觉得尚文杰可爱 所以才会说 他像斯内普在霍格沃兹的年会上跳舞 他的重点应该是像斯内普 可爱 但尚文杰毕竟辛辛苦苦练了这么久 更在意的是 大家对他舞蹈的评价 所以他的重点就成了年会 这样一来 多多少少就有点委屈了 在得到老师的夸奖之后 傲娇地告了一下状 真的很像小朋友的心态 小朋友嘛 来得快去的也快 状告完了 也就过去了 他们皮一下很开心 观众看得也挺开心 节目效果也出来了 挺好 敬畏全场最佳 歌词的确傲口 会不会中文其实背起来难度都差不多 人员配置是整个舞台最强的 王菲菲和郑妮可都是韩国女团成员 孙夏琳也很不错 虽然目前的破碎感很到位 但如果换手节奏感更强的歌 卡点在淬点 大概还会增速不少 效果可能更好 王菲菲没用哮喘发作来拉票打感情牌 真的很棒 我每次看到三人舞台 总也忘不掉孟佳 爱往何之福的闭嘴跳舞 但这一集还没出现 令我印象如此深刻的出圈作品 感觉浪捷舞迫切 需要一个极度出圈的舞台 还不能施吐藏那种 但留给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已经不多了 热浪组 限定曲虽然是新歌 但听起来还挺上口 仿佛在哪听过这个副歌 Jazz穿路腰的衣服变多了 苗苗的状态上 你倒完全不像一个三胎妈妈 蔡文静真的很会搞气氛 看浪捷舞这档节目很大的一个感触 就是蔡文静很懂娱乐圈 以及娱乐圈里的人 没错 就是娱乐圈里所有的角色 包括观众在内 蔡文静单纯唱歌的时候 与A.N.同台 短板很明显 动作和身体偏僵硬 表达也比较干 她应该是想表达共情热辣滚烫的故事 但呈现出来是只供了自己的情 因为她感动的原因是带入了个人的经历 可观众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 所以并不能打动比所投票数更多的人 A.N.给一切都来得及 这首歌直接升级了 比原唱还要牛 能明显感觉到专业和业余的差距 这组表演时 感觉最终播出的正片里 没有给观众说明和交代麦退赛的事情 侧面表明一个节目组的态度吧 团秀之后马上就进入师姐合作秀 感觉姐姐们的换装和换装压力也是挺大的 另有一些印象点 比如黄晓明能自己玩梗闹太讨 还是挺有意思的 以及他顺手帮忙薛凯奇拉裙子 那一块也挺逗 齐四军的表现一直很讨喜 他算是牢牢汉在哥哥姐姐的舞台上了 我很喜欢他的主持风格 因为是叶秋晨的余屏系列 所以没那么拘着 表述风格就相对轻松了许多 文章结构和潜词造句也没太多讲究 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如有不同意见 欢迎评论区沟通交流 最后 借陈丽君的祝福 愿大家都能幸福平安 健康快乐